在第一章中,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万物,其中包括人类 在第二章中,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了上帝创造人类的过程 上帝用泥土创造了一个男人,名叫亚当 他将亚当放置在伊甸园中,让他管理和照顾这个美丽的花园 但是亚当很快发现自己孤独无比,没有一个伴侣可以与之相伴 于是,上帝让亚当沉睡,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 并用它创造了一个女人,名叫夏瓦 亚当和夏瓦在伊甸园中相遇,彼此相爱,并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生活 上帝告诉亚当和夏瓦,他们可以吃伊甸园中的所有果子 除了吃上恶树上的果子,如果他们吃了这个果子,他们将死亡 但是,魔鬼诱惑了夏瓦,让他吃下了这个果子 亚当也跟着吃了 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罪,羞愧地掩盖自己 失去了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这个故事中,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人类的照顾和关注 以及人类的独特地位和责任 我们也可以看到罪恶的本质和后果 以及魔鬼的诱惑 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爱情和伴侣关系的故事 让我们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要让男人和女人相互结合